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insert的时候 这个key 它是一个primarykey 所以如果有重复的话 它会出现说 那个什么这个错误 所以以后你要看懂这个错误 这个叫unique unique就是什么 就是唯一的意思 unique 这不是unique unique 很像 很像 有看到这个意思是说 那个key 里面有重复的 所以已经有5了 你就不能再有5 所以你就要把它改成6 所以以后看到这个是key 然后呢后面还会告诉你说 在table table指的是那个 这个资料表 点 点后面就是一个栏位 资料表底下下一层 下一层栏位 里面的话 它没办法有重复的 那为了要避免这个问题 我们刚刚改版了 所以改成那个什么 auto increment 所以以后 我是建议如果你有一个key 有个编号 干脆auto increment 就解决了 后面只是需要输入电话号 就好 第一个人电话 第二第三第四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那个input 请输入电话号码 前面我们讲过 不过呢 如果你要把什么呢 把刚刚那个tl电话码 这个变数加在这里 恐怕要特别注意 各位不知道 外面一定是一个双引号 这个里面会多长一个单引号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栏位呢 是test的话 记得 test前后都要加单引号 单引号 它才会帮你把那个电话码 前后加单引号之后 再写入到资料库里面 那资料库呢 反正一定是用单引号 那外面程式呢 用双引号 那不过有一种用法 就是说那个python用单引号的话 其实python里面也可以写程式自串前后用单引号来叙述 不过我的习惯 我是不习惯用单引号 为什么 因为如果您单引号的话 目前只有python写程式可以用单引号 那这样我如果写别的程式 我反而更头痛 我干脆写成一样的 我也不用特别去背 也不用特别去记 也比较不容易写错 所以我的习惯是如果 找出程式之间的共通性 所以只要不用特别去记忆啦 给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也不容易写错 也不用特别去背 其实写程式最怕你 就是把它背起来的 你如果用程式用背的 你以后呢 你写程式就一定 怎么样 要经常去复习 常用还ok 可是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没用的话 你会发现 你全部都忘记了 像我的习惯一定要理解 我如果不理解的话 而且我不能是自己的东西的话 那我很快 我这东西 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因为那是硬背下来的 那硬背能够用多久 顶多一个礼拜吧 一个礼拜之后呢 过了之后你就忘记了 所以很多东西还是理解 像以前教过那么多课程 大部分还是用理解的 所以只要用呢 拿出来用就好了 好像我k的也很久没教了 前几天刚好有人问我k的问题 我还好 因为以前可能都是用理解的 所以拿出来马上问题就可以画出图 马上可以算出我要的 不用某个角度 马上还可以 因为不是用背的啦 如果用背的话 那你可能马上就会 不知道怎么办 不过还好啦 如果即便用背的 还有个好处 我是录影片的嘛 以前的东西把它拿出来 复习一下也ok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其实也帮到蛮多忙 帮到其他很多人的忙 因为像我们同学 一个同学 最近封了一个问题 他找不到答案 看我以前YouTube影片 也找到答案 那YouTube影片的好处是说 他有连贯动作 而且有画面有声音 那这个部分跟部落格 因为你Google有时候 有人写部落格 可是他部落格里面是文字叙述 顶多是加一张图 可是有时候你看半天 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啊 因为他没有连续动作 有些叙述他 没有办法叙述的那么精确 所以相较于那个 用影片来叙述的话 反而我觉得好像 相对的是比较ok 不过还是要 比较精确的东西 目前这部分YouTube的应用 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讲过 大概有一半的人上YouTube 其实是为了学习 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多 只是说呢 学什么东西 有没有人去创造这种学习的内容 我发现好像越来越有啦 不过好像似乎还是不够 所以也许以后啊 如果你学会东西啊 回去可以把自己做的东西 复习东西再把它录下来 PO到你的YouTube上面 交作业是不是 也可以这样的方式 对不对 以后呢 请你把你自己练习过程的PO到YouTube上面 让老师看一下 对不对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都不得了啦 所以喔 像 其实我有一些想法是说 可以改变一些教学的方式 另外你也可以改变一些学习的方式 如果你改变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你就不一样了 你的竞争力也会不一样 ok 然后你就比较有亮点了 不然你怎么跟别人 你看起来好像也差不多啊 你跟别人 我用你跟用另外有什么差别呢 ok 那再来的话呢 第二 第三个部分 那再来最后呢 请各位 再多一个查询 所以呢 我在科蛇这边 把它另存一个新档 后面加一个底线slate 底线slate 顾名思义嘛 你们刚刚要查询的话 必须要到这个软体 去把它开启之后 不过这个应该也算简单 这个软体好处是 它是免安装版本 所以你只要怎么办 把它打开之后 马上资料 里面的资料 就马上秀出来 应该也不难用啊 而且免费 档案又小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学习 你干脆把它 把这个软体 跟python 放在一起 以后如果牵涉到资料库的话 直接就可以打开了 也是免付 另外你也可以在这边下 西口语法 比如说你要把那个 西口 西口 把那个 资料库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捞出来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跟他对话 比如说叫什么呢 select 我要把里面的资料全部查出来 select所有的 start start 所有的栏位 from哪一个呢 比如说我这里面有哪一个 叫table01 对不对 那我就 刚刚讲说 你帮我把table01里面的资料 全部捞出来 那你按一个什么 这边有个exq 对不对 他会帮你把全部的资料 捞出来给你看 有没有发现在这里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意思就是你也可以在这边 exq 不是只能在python里面exq 所以如果你在这边exq ok的 你可以把这一段语法 复制贴到python里面去就好了 它也会帮你exq ok 所以 我如果在这边执行完 我也希望能够在python里面看到 一样的结果的话 很简单 切到python 把刚刚这个复制贴过来 建议或者是 把这个专案呢 一样复制之后 再贴上 后面加一个底线select 然后语法都一样 不过我用抓 seqlite1好了 或2都可以 然后一样 这个语法都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就是seql 只要一个就好了 刚刚有两个嘛 我们刚刚有 这个是gen table 这个是insert 所以分两段 两个动作哦 那现在只要一段 所以你把其中一段删掉 然后seql的语法呢 就是跟他讲说 帮我select所有的 那个栏位 star是所有栏位 from table01 然后你帮我查一下 查完之后做什么呢 帮我丢回来给cursor 所以cursor 其实就是一个 记忆体里面的一个资料表 一个表格 然后呢我做什么呢 把这个表格里面的东西呢 我就把它做format 这个地方format的格式 就是中间加一个定位点 那你如果不用定位点 你用空白等等的都可以啦 然后呢把它直接输出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cursor里面的表格 一个一个抓出来 你可以用一个语法 for 这个什么呢 for row row 是我们定义的一个名称 这个变数名称自己取 那意思就是说一列一列抓啦 在cursor里面的资料哦 那我就一列读进来放在row里面 他就读一列一列一列 这个感觉跟之前读档很像 读一行读一行读一行 ok 他是读一列一列这样子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这一列里面哦 的第一栏 就是row 中瓜虎 0 第二栏的话呢 就是中瓜虎 1 你不要再多一个2哦 因为只有两栏 你只有你 他一定会挂掉 一定找不到 ok 所以特别最好 如果两栏你就0跟1就好了 然后呢 最后他就什么 一个一个帮你全部 输出到哪里呢 底下 我们知心给各位看哦 这边slate 知心 有没有发现 我们刚刚的 如果我要查2的话 2的话 比较多一点点 试一下 2里面好像刚刚有10笔 还11笔 ok 有没有 诶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可以一直建资料库 然后里面放很多东西 那以后的话呢 他就等同是在VPA 对应到Excel 反正你就可以 那一个资料库可以放很多的table table01 table02 table03 都可以没有问题 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请各位把这些知识 全部再串联在一起 那我们要做哪些改变呢 一 请你到 一样 我们之前有在云端上面放了一个范例档 叫做会员资料 对 那会员资料的话 一样我们之前不是把它下载成csv 所以请你把这个档 下载成csv 并且帮我放在哪里呢 我们记得好像根部屋里面也有个csv 有没有 那请你把这个csv的档案做什么 我先把它开启 开启工具 我用文字编 按右键可以用文字编辑器开好了 那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字档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会有五个栏位 可是目前这个资料呢 是一个档案形式哦 我希望呢 请各位练习 把这一个档案 配合之前讲过 read 开启 开起来之后呢 它不是会一笔一笔读的 那第一笔不用读啦 因为它第一行 因为它是栏位名称 你从第二行开始 做什么呢 做insert into 到那个什么呢 所以你第一个要先建一个什么 会员资料的一个空的一个table 第二个里面就是要五个栏位 那五个栏位里面哦 如果是数字的话 那就 integer 如果是文字的话呢 就用test 应该可以理解吧 因为刚刚我们只有两栏哦 现在请你把它变成五栏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读取之后 请你帮我把全部的资料 写到哪里呢 写到那个资料表里面 最后呢 写进去之后 再把它读出来 再秀出来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这应用非常的广泛哦 因为以后举凡 所有你要从网路上撈资料 或者你在处理完资料 你一定还是会存在资料库 存进去之后 你一定还是会读出来 所以那个存取 保留资料到资料库 再把它读出来 这个动作呢 很重要 所以请各位哦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 練习 把 会员资料 寫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呢 再把它读到我们画面上面 把它列出来 这样一个动作 应该可以理解啦 只是说怎么做 想想看啊 画面先还给各位 当然不是只有会员资料啦 如果你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你可以再试试看别的 教各位一个方法 反正你等一下做的动作 其实刚刚就已经有答案了 只是你要学会修改 有没有音色音 只是说前面我们顶多是说 刚刚那个音色到科蛇那部分 我们没有读档 所以你可能要把前面那个 会员资料读取的那一段程式 扣过来就好了嘛 好像只有四行嘛 可是读不进来的过程当中哦 你要每读一行 音色一次 读一次音色一次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一直音色一直音色 读一行 可是读进来它有逗点 所以你必须啊 再用Sprits的切割 切割之后呢 再把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的塞进去 试试看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啦 只是说这个部分 又把前面所讲的东西 再跟资料库结合在一起 那相对的是有点难度 不过 我想如果这些都可以 知道怎么用的话 以后呢 你在使用资料库 应该会更加的顺手 不过如果你没有把握 没关系 你先不要做读档 你先拿 你先建一个简单的table好了 会员资料的table 然后呢 再把资料先建五栏 先insert成功 成功之后再去考虑要读档好了 所以第一步也许是 先insert五个栏位的一个table 第二个呢 再去考虑要读档 这样慢慢慢慢你就可以把这个程式给改出来了 如果 改不出来没关系 等下我会把 那个答案也会公布给各位 不过不用再 尽量最好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最踏实 因为这就是你的东西 如果做完之后 还可以再过关斩将 工作里面的资料赶快拿来试试看 如果你工作里面的资料 全部一按下去全部都进去的话 哇那恭喜你 你以后跟资料库之间 就会非常的ammaji 所以他以后 你要存什么 要读什么 就会非常的简单 OK 试试看 Seqlite的部分 那这个应用的话 那当然也不是只有Python 像那个在手机APP里面也是Seqlite 而且语法一模一样 很多基本上都一样 因为春翔有印象 这个Seqlite 我们之前那个 几乎差不多一样 所以你学会这东西 你如果想要再去了解 那个手机APP资料库那一段 就也会更简单 因为基本上 都是相同的东西 那后面当然 我们还会再延伸到 MySeql 或者是说 制服器型 因为现在是存在你自己 自己这一边 如果你要跟其他人共用 你可能要 弄一个MySeql 不过前提是 你要架一个MySeql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 以前有学过PHP的话 这一段就很简单 但是如果没有学过的话 可能也许再 再去了解一下 我放在那个 我部落格上面有 PHP加买Seql的懒人包 里面也有提到 怎么架买Seql 就是 是 制服信息的 那个 资料库 可以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